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我们的科幻故事 当汪淼到达丁尼的公寓时 除了一张大台球桌外 他没看到任何家具 最久的丁尼解释说 虽然他希望这个新家促使杨东与他组建家庭 但实际上他就像一颗星星总是那么遥远 随后 丁尼希望汪淼不要再参与科学边界 丁尼邀请汪淼和他一起打台球 两人讨论了桌子上的球 如何让人想起粒子在粒子加速器中碰撞 以台球为例 丁尼解释说 在物理学中 科学家假设关键原则 在空间和时间尺度上均匀 并解释说 最近超大功率粒子加速器实验驳斥斥了这一假设 迫使科学家意识到 没有适用于所有条件的物理定律 汪淼开始明白 如果没有普遍的物理定律 那么该学科本身就不复存在 这种程度的不确定性 导致包括杨东在内的许多科学家工作和生活 失去了仅有的希望 在汪淼离开之前 丁尼给了他杨东母亲的地址 并解释 杨东的母亲独自生活 他希望汪淼可以去看望他 丁尼将杨东看作天上的星星说明 杨东已经被他的工作所吞噬 以至于在许多方面 他真的变成了星星 小说中的几个角色 也正与同样的问题做着斗争 事实也证明他们很难平衡 高水平的科学工作和生活的关系 简而言之 物理学家正在使用的机器 成为粒子加速器 不再提供一致的实验结果 相反 数据每次都不同 因此无法形成或证明 关于物质的可靠理论 如果物理学围绕着微宇宙创造定律 然后应用他们 那么没有这样的定律 意味着科学本身已经崩溃 对于像杨东这样的人来说 他一生都以工作为中心 这次崩溃是毁灭性的 但是 尽管杨东只重视他的工作 但有很多人 比如丁尼和杨的母亲 以自己的方式爱着他 但他们都被杨东的离世所压垮了 感谢观看